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2022年最好的打开方式 归零 重启 更新 岁月不拘 时节如柳 一路奔波 2022年疏忽间来到了眼前 在过去一年里 也许你踏足山巅 拥有花团紧促的风光 也许你进入低谷 经历了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但没关系 都犯片了 让你清零烦恼 重新启航 走在变好的路上 迎接2022年赠予你的惊喜 一 清空自己 让心归零 生活从来都不容易 这一年你应该藏有满腹心事 学业遇到瓶颈 沉沉在苦闷里 几个昼夜都无法排遣 工作多有不顺 心生万千筹绪 过了许久 也难以释怀 这些烦恼都装进心里 挤走的是快乐 其实啊 日子好坏都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没有割舍不下的大事 只有走不出来的自己 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难题 拿起就千斤重 放下就二两情 过段时间再回头看下 不过是不值一提的破事 那些让你耿耿于怀的烂人 跟他们呕气 只会坏了自己的心情 不把他们当回事 自然会解脱自己的心 我们要明白 生活永远是当下经历的这一刻 无论多少不开心的事 尽多把他们放在昨天 所以 不必执着于已经发生的事 不需要为离开的人伤身 很喜欢一句话 我们以为所有的光 都离我们而去 然而光还在 一直都在 只要我们把门打开一条缝 光就会涌进来 人生起起伏伏 活的是一个仙境 放下了 才能触摸到幸福 清零了 才能迎接明天 愿你可以胆去 2021年的尘埃 把坏情绪 妥贴放下 把糟糕的经历砍淡 在这新旧交接之际 往前走 往前看 一岁有一岁的味道 一站 有一站的风景 二 整理心情 重新启航 2021年 生活把许多人 都扔到了谷底 一场反反复复的疫情 打乱了我们的工作节奏 有人为裁员提心吊胆 有人为就业烦恼不已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使一些人整年的血和汗 化为乌有 他们有的工厂被冲毁 有的房屋被毁 这就是生活 难以如你所愿 总与你设想的轨迹 背道而驰 在一次次打击中 你会万念俱灰 你会崩溃大哭 觉得磨难 似乎从未放过自己 可是人生这一趟旅途 总是要跌倒那么几次 你要告诉自己 咬牙挺住 懂得哄自己开心 为自己鼓掌 当身心俱疲时 可以按下暂停键 煮一桌拿手好菜 在烟火器中 抚慰心灵 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在遍兰山河湖海时 给灵魂放一个架 过去的成功与失败 都是昨天的故事 太过执着 只会拖累前进的步伐 这世上 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没有摆脱不了的困境 好好整理自己的心情 满怀希望 重新起航心那一年 风子凯说过 人间的事 只要生机不灭 即使重遭天灾人祸 赞贝族裔 终有抬头的日子 每个人的运势 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 此消彼长 缺了的部分 还会圆回来 2021年 所有亏欠你的美好 2022年 都会加倍地给你 所有的烦恼和痛苦 其实都源于 自己不够优秀 很多人抱怨 生活在为难自己 但时间 自有它的公平之处 你有多优秀 就能收获多少掌声 于秋雨在《借我一生》中写道 人生的路 要靠自己 一步一步去走 真正能保护你的 是你自己人生的选择 不满意自己的处境 就想方设法去改变 奢望获得更多东西 就去拥有 相匹配的能力 2022年 你要洒出更多 不为人知的汗水 熬过大把 无人问津的时光 请逼自己 读很多书 拖宽你的知识边界 那些变优秀的密码 都藏在每一页里 克服自己的惰性 迈开步伐去运动 充沛的精力 让你能与世事周旋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 点滴努力 会在日后开花结果 会在某一刻 突然让你看到 坚持的意义 就如飞茨杰拉德说的 你学过的每一样东西 你遭受的每一次苦难 都会在你一生中的某个时候 派上用场 去接纳自己 完善自己 熬下去 你会如愿以偿地 看到自己想看的风景 2022年 愿你活成一颗种子 静默地积蓄力量 破土而出 惊艳岁月 凡是过往 皆是序章 所有未来 皆为可期 2022年 尽情地起舞 热烈地活着 把每一天 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不惧岁月颠簸 所得皆所愿 亲力拥抱生活的温柔 和浪漫 从过好这一刻开始 满心欢喜地 迎接2022年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